其實跟他們都覺得私教還不錯 可是今天我覺得看完你們的故事之後 我覺得我心裡頭有一種崇拜的感覺 真的,不過可不可以談一下 就是你們自己在整個拍攝 就是這一次訪問的時候的心情 那永健可以講一下嗎 其實我們整個拍攝的過程中呢 真的非常的順利 那我自己也覺得說非常的開心 能夠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可是我在講我整個苦命的三鐵人生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我又回到那個好像我到水裡的那個恐懼感 覺得好像快要喘不過起來的那個感覺 其實那真的是用了我很大很大的意志力 還有我的生命力在做活動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堅信 自己一定能夠做到的那個力量呢 其實很重要 沒錯,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活動當中 也帶出他們自己真正看到他們最真實自我的那一面 那如露也可以講一下 就是我覺得剛才你在裡頭講到 就是你在頭目表演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好像也莫名當中你在分享裡頭 放在你內心深處的一個感覺跟feeling 我覺得我之所以會那麼把自己奉獻給表演 那麼的喜歡表演的原因就是在於 表演也可以幫助我釋放跟看清楚很多我自己不懂的事情 有可能我沒有體驗過的時候 但是我的角色體驗過我就會自己回頭想一下 欸,張柔如果你碰到這件事情 你會怎麼樣去反應 那我覺得其實蠻好 因為到後面演的角色越多 心臟就越來越大顆 碰到很多事情就比較不害怕 不過我看他們兩個影片 我真的是看得很感動 就是非常 我覺得其實你們每一個人的故事都點到了我們現場 說不定在座所有的女性內心深處的某一個角落 跟一個所謂的她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一個信念也好 或者是她的essence belief也好 所以像Melody其實你講到那個故事 你也講到我的心裡的故事 所以呢,其實我相信很多人聽了這個故事 都有很多的那種emotion的感動會出來 我覺得你都要犯累了耶 沒有,沒有,有這麼誇張 現在就要犯累 但是真的在拍攝過程當中 就讓我回想起來 那個時候我求職一些辛苦的事情 然後現在又看到我兩個可愛的女兒 他們充滿了希望 他們在我的生命當中給我帶了很大的歡樂跟快樂 所以我覺得人生真的是美好的 是,真的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今天我們的Pantara Essence系列 我覺得最棒的是 她真的就是透過她的這個珠寶呢 她也可以去代表和意涵 然後也是你們自己很堅信的這種所謂的belief 或者是dedication 或者是hold 所以可不可以講一下 就是介紹一下你們今天的佩戴的飾品 其實我今天佩戴的,因為我代表的是堅信 那這個呢,它是一個雪花黑色的這個寶石呢 它是雪花黑鑰匙 其實我剛才有講到就是我每一次要面對我的比賽 很艱難的挑戰的時候 其實最大最大的是自己內心的恐懼 對,我要克服的最大的那個挫折就是我害怕這件事情 可是我又想要去完成 那這個呢,它黑鑰匙呢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克服恐懼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太棒了 就像有一個很安定的力量 然後在你的手上 可是很多的事情跟很多的任務呢 還有很多的挑戰也是要靠我的雙手去完成 是的,其實大自然有很多的寶石啊 它們自己都有所謂的一種真味的能量 蘊藏在其中 那黑鑰匙其實在這個解說裡頭去查的話 它真的就是相逆恐懼 所以戴起來就特別的有 兩隻手可以全部都戴滿的 真的真的,我覺得你很需要 你的挑戰真的都是極限 不過我相信有了它之後 更大的就是能夠在你的身邊 給予你那個力量 那像我們的榮露呢 我今天戴的是奉獻 Dedication 那我覺得它不管是在我自己的工作態度 或是其他方面 就是兩位也是一定是為自己的人生啊 奉獻了很多東西 那它很可愛的是 它是道士跟純銀做的 那聽起來好像很硬的樣子 但是其實它那個中間 有做那個 有永恆的那個形狀 那我覺得這東西就跟奉獻很像 是永遠的永恆的 並且就是甘之如矣的感覺 我覺得這也是你生活當中很重要的 不管是在工作上演員的角色 還有就是你也是媽媽 媽媽的那種Dedication 奉獻就是永恆無限的 真的 然後它其實就是那種青珠寶 就是我們平常出門隨興也都可以戴 就是穿牛仔不休閒也 對就是可愛也很可愛 然後又有它的衣在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 很好對不對 那Melody呢 其實我今天帶的是希望 我剛剛已經產地過 就是其實希望 對我來講很貼切我自己的心情 那我今天帶的它這個 串飾呢 它裡面是用這個 白水晶 還有它的這個 K精呢 它的膠織 我覺得它這個整個顏色的搭配呢 它象徵的是女人 還有小孩子的眼神 那一般純潔 還有乾淨 很天真那種充滿希望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覺得串飾 你可以串好幾個在一起 像Pandora Essence 或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串成你自己的故事 真的 所以其實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 獨一我二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 生活當中 大家在努力的領域當中 以及大家想要投入付出的 所以我想這就是大家的 True Essence 我想帶出來給大家 那當然